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,人类发现了太多人类早期的秘密,那么旧石器时代的猿人是如何生存的呢? 随着上百万年的生存积累,人们将曾经历史相互敲打的工具演变成了多用途的石器,例如手斧,砍杂器等。 在一百多万年前至五十多万年前的这段时间内,世界上的一些古人类已经开始掌握了人工控制天然火的技能。 在山西瑞城的稀猴度,北京州口店猿人遗址,肯尼亚的切丝旺甲都发现了人工用火的痕迹,火的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 此时的猿人已经开始利用火取暖,烤制食物,高热加温的食物可以形成两百多种新的化合物,促进人体的骨骼,内脏,包括大脑等身体构造的进化速度。 人类还利用火驱管野兽捕猎和加工木器,这也让人类捕猎的水平空前的提高。 也是因为有了火,人们迁入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洞穴,不再风餐露宿,同时在一百万年前开始的四次大兵器当中,人类在冰天雪地的北半球生存了下来,还迁徙到了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。 人类早期已经是群居动物,此时的他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种群和领袖。 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严格要求,族群内部人员必须到族群外部去寻找配偶。 在族群内也有相当严格的社会分工,例如男人出去狩猎,而女人则在住地照料孩子和采集野生植物。 请订阅。